每日一字 飞字的国语注音是 飞飞一声飞 飞一声飞 飞是水泥 飞嘴 自河南省 启县东流入淮 飞扬是地名 故城在河南省的 商丘县的南方 唐玄东的时候 安禄山倒反 张寻与吉远 并守此城 屏蔽江淮 贼兵围城 数月不下 最后因为梁静圆绝而被攻破 张寻骂贼致死 是历史上一段很有名的英烈史词 本省所四奉的宝贼大帝就是张寻 虽又可以念灰 国语注音是 喝微灰 一声灰 念灰的时候 是仰慕 正式的意思 此一的国语传有 暴力自灰 意思就是 瞪着眼 凶恶 恨暴的样子 汉碎这个字 形态极为相似的 是右边这个驱字 驱 国语注音是 基于驱一声驱 驱就是驱 驱 这种鸟 究竟是什么样子 各种文献记载并不一致 但是比较可靠的说法 驱鸟是一种水鸟 经常在江厨河边捕水鱼类 这种鸟 雌雄同期 配合有定 而且定由不乱 所以古人用来比句 君子皮偶 最快智人口的诗句 就是诗经的周南的 观观俱久 在河之周 窈窍淑女 君子好求 最后在驱 和衰 这两个字的分别 是衰这个字的 左偏旁是木 而鸟字是组字 两者之分别 确实很小 无论写和读的时候 都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观观鸟鸟 不可以读成 或写成观观衰鸟 由于这两个字的不容易分别 所以索性有人 把居咎的居字 写成这样的居字了 现在一并提出来 供您参考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